这一消息来看到是春节返乡效应涌现 这两岸的机位似乎已经被抢定一空了 首波97班加班机 渴望在下个礼拜三开放给民众定位 民航局也首度的实施高强度票价管制 而明年的春节加班机的期间呢 是1月9号到2月6号 航空公司可是市场的需求 在申请飞航的春节加班机 这航班总量不限 只有在繁忙机场设有上限 而加班机的票价民航局也做了管制 其中像上海北京要有25%的经济舱机位 分别需低于1万和1万2千块钱 其余75%的机位票价上限则是1万5千和1万7千 所以返乡民众表示说不必再买很贵的机票 才能够回家过年了